草莓爷爷和小爷草莓 曾几何时,有一个老草莓爷爷谁住在一个美丽的村庄? 这位祖父曾经在村里种植过最美味、最美丽的草莓 每天早晨,太阳一升起,他就会去草莓地给草莓浇水,亲切地照顾他们 他是如此细心,草莓自发地从爷爷的手中生长,成熟 一个夏天,当爷爷在草莓地时,他注意到一个小野草莓 这种草莓与其他草莓不同 这种草莓,上面有白色的小花和茂盛的叶子,是田间最小的草莓之一 爷爷给他起名叫小野草莓 爷爷以前每天都去田里给草莓浇水,小野草莓就在那里 他过去常常在大草莓的树荫下安静地生长和发育 爷爷总是带着爱看着小野草莓,他不认为他和其他草莓不同 有一天,来到村里的孩子们参观了爷爷的草莓园 当他们看着又大又红的草莓时,他们注意到了小野草莓 一个孩子说,你看,有一种草莓比这些草莓更小,而且不同 他说,其他的孩子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取笑了小野草莓 爷爷看到孩子们在取笑,心里很难过 他告诉孩子们,每一颗草莓都是独一无二的,值得用爱来养育说完 他接过小野草莓放在腿上说,你是我最珍贵的草莓 那天之后,孩子们开始对小野草莓表现出更多的兴趣 他们意识到,它是一个多么特别的草莓 每次孩子们来到爷爷的草莓园,他们都会拜访小野草莓,并与他交朋友 在他们一起度过的日子里,孩子们发现小野草莓很小但很甜 他们对他的爱增加了,他们开始欣赏使他与其他草莓不同的特征 小野草莓从外面看可能很小,但里面有一颗大心脏 有一天,当爷爷和孩子们在外地工作时,天空中开始出现乌云 一场迅速逼近的风暴正在向村庄移动 爷爷慌乱地护着自己的草莓,赶紧跑到田里去 然而,在小野草莓旁边的孩子们焦急地留在后面 当风暴到达草莓地时,大草莓的叶子被扔掉,有树枝断裂,一些草莓被连根拔起 爷爷走到田里,开始采摘大草莓 然而,他的目光却一直停留在小野草莓身上 爷爷赶紧跑过来保护小野草莓 随着风暴愈演愈烈,爷爷手心里叼着小野草莓,紧紧抱住他 带着真诚的愿望和爱,他说,坚持住,小野草莓,你很强壮,说 当暴风雨终于平息时,爷爷和孩子们回到了田野 大草莓被损坏了,但小野草莓在爷爷的保护下保持了安全 孩子们看到他很小,但很强壮,他们钦佩地看着他 那天之后,孩子们将小野草莓命名为英雄草莓 他们不再认为他只是一个小草莓,而是一个强大的英雄 当他和祖父母一起在草莓地工作时,小野草莓总是在他们旁边 在整个故事中,孩子们明白,无论外表如何,每个人都是珍贵和特殊的 小野草莓所表现出的力量和耐力给他们上了一堂重要的人生课 于是,草莓爷爷的草莓园不仅变成了一个大而红的草莓的地方 也成为了一个小而强大的英雄小野草莓的家 每个人都明白草莓有多重要,他们应该如何相互支持 草莓爷爷为小野草莓预留了一个特殊的地方,并继续每天照顾它 当小野草莓在爷爷慈爱的注视下继续生长时,其他的孩子继续看望它 当村里举行草莓节时,小野草莓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参加节日最美草莓大赛的小野草莓,因为承载了一颗小而大的心而获得了一等奖 孩子们自豪地为它鼓掌,现在恭敬地记住了小野草莓 草莓爷爷对小野草莓的成功感到非常自豪 现在每个人都明白,草莓的大小并不重要,它们每个人都通过互相帮助而成长 小野草莓的故事已经成为村里孩子们的传奇 12月 它的独创性和力量激励他们探索每个人的潜力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每个草莓都是珍贵的,差异是统一的力量 所以,草莓爷爷的草莓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果园,而是一个充满团结和爱的家庭环境 它已经成为一个地方,每一个草莓都被照顾,可爱的种植和每一个独特的品质被赞赏 总之,小野草莓的故事提醒我们接受,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当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候,我们如何变得强大 他教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我们不应该忘记 爱所培育的一切都可以成长 英雄甚至可以出现在最不寻常的地方 小野草莓 小野草莓的故事提出